大家好,我是旅行者土豆,我们今天所在为止是在尼福尔的加德满都 然后就是昨天呢,在加德满都认识一个来自广州的战狼,战狼兄 然后呢,他是刚到加德满都这边,他就没有人一起玩 然后他不会英语,然后他就觉得哇,好无聊好无聊 然后今天就说,那我和饺子带着他逛一逛,买买衣服呀 然后逛逛街啊什么的,要不然他一个人在这边都快寂寞死了 看这边男士的衣服,啊,挺好玩 你喜欢这种啊,这种穿着热吧 他有裤子,你会讲中文啊,你要长袖吗 这么热啊,我一中年穿 你太执着了,要穿长袖长裤 我感觉穿不及决 这老板挺好,会中文 你们俩的身材差不多 你们俩的肚子啊,对吧 这个啊,对,差不多 还这么瘦啊,有没有大的 他去给你找大的 老板又拿出来又新了 你竟然喜欢找红色 该减肥了大哥 每天吃那么好,把肚子减一点就好了 你又想骗小姑娘,你没媳妇 哎呦 这个可以,可以啊,你看一下啊 哎,有感觉哦,没办法,你肚子挺在那 裤子颜色也不对啊 然后三千五啊,直接刹下刹两千,看你喜不喜欢啊 对啊,那两千可以啊,这一套 不行不行,那我就去看看 两千五啦 那,哦,看两千五干,又可以了 两千了,两千了 啥又可以了 刚刚不是说不可以吗 我去逛到家里当金脸 再配个大拖鞋 穿人字托就代表你们身份的象征吗 对啊,嗯 两千二百,不是两千吗 两千,两千,两千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下次来再照顾你生意 嗯,好,拜拜 你还买什么吗 还要买啊,还要买啊 哎,我们是你的前置导游哎 这几片 这几片 你看一下 这家的冰淇淋是泰尼尔最好的冰淇淋 嗯 那是哪种 非常贵的 嗯 才五百多一个,哪里贵 嗯 不止五百多 哦,是五百多 然后看你要吃哪种球 这是 这是非常贵的 完了,遇到土豪了 随便吃 哈哈 点了那个这个,哇,一个冰淇淋五百三 就是人民币 二十多倍 哇,你第一次吃这么贵的冰淇淋有吗 怎么样味道 哇 什么时候我带去米其林吃 米其林? 餐厅 米其林多少钱一个 人民币啊 两三百多一个 一个冰淇淋 那算了吧 两三百多一个拿去吃冰淇淋 本来呢 想带战狼哥在那个 泰面那边逛一逛 然后去一下杜巴逛 他自己要嫌太热了 他要回来 他回到酒店喝咖啡 好 我们现在就跟着战狼哥来到他的玛雅庄园 城堡酒店 给大家精神一下 这边这个 这个,这是四星吧 应该是四星 这个酒店呢 在那个家的满都这边算是比较好的酒店 然后最便宜的房间呢 应该都是在 人民币 五六百块钱左右吧 整个酒店 有一种感觉就是像一个 我觉得就是像欧洲那种纯宝 非常可以的 你看看里面 看这个小花园阳台 哇,凉快 全中央空调 你每天一个人的手就坐这 坐不坐坐 先吃饭吗 我们上 坐一会喝点东西先 啊可以可以可以 好 跟跟着跟着战狼哥混吗 三天二九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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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这样子对我们吧 三天二九顿 可以那可以 感觉整个画风都不一样 本来想给你做一个 好的那个中文导游的 你也带我们在这坐着喝水 还一天吃酒的 好不容易出国了 还是怎么又要去一下 下午去 下午去 四个都运不去 你是不是一公里之外的 你都会打车都不可以 必须 这个国外旅行挺好 这种享受型的 我们就是那种什么 有点 有的时候就有点那种自虐型的 还是得多带点钱出国 做一个享受型的以后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所有的消费吗 是的 一共多少 你今天换了多少 万元户呗 你就只换了一千块钱人民币的吗 你想怎么花你说 你的计划是什么 去庙里烧 去庙里烧 别别这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消费 可以 两万四 又一千二 一千二人民币 意思说 今天我们必须要把这一千多人民币花光呗 三个都不好快的 因为才花几百 你这样一搞 我一下子都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哈哈 我带你去吃那个五块钱的炒面 你先来个十份 去 搞个 当个大款 算了 你自己吃吧 哈哈 而且还有很多鸡蛋哦 里面 考虑一下 你还带这么人民币在身上干嘛 战狼哥 别在我们便携这样了 你又把这么人民币花光可以回家了 这是什么 美金 这多少钱呢 一块 一块钱的 你就只剩一块钱美金了 没有这个新闻卡还有二十万的格度 我要怎么做才能像你这么有钱 你教教我 这是银行的钱不是我的钱 只是暂时能给我先用 我也想像你一样成功 人民币玩家 那么多卡 都可以用吗 这是我的社保卡 哦 哈哈哈 这是银行卡 嗯 这是我的港澳证 我也有这个 我也 我有港澳通行证 你的所有卡当中 我就跟你有一个相似的 就是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还有一个护照 你不要带那么东西在身上 小心坏人 也不知道密码 没事 我给你当保镖了 你当我的保镖算了吧 哈哈 等下来捶我一千里跑 别别别那怪 怎么可能 我不是那种人我跟你说 没事我饺子 饺子我们俩后面保护他啊 然后下午呢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把 这一路 花光他 一共是一千两百多人民币的 泥币 下午就带着战狼哥去各种消费 我们下午的时间就消费使用他 带大家一起看怎么样花光他 来说你们三个人这么穷 花一千多块钱 买到精子就不够了 哈哈 下午带你去花 你别急别着急啊 大脑现在要开始消费了啊 各种猪啊餐啊 一一挂上 我们现在在杜巴广场 呃 今天是星期六人特别多 有看上的吗 我要一穿 你要你要一穿什么样的你跟我说 这个挂到这里 你要宝石的还是要那个 那你看中了再帮你问价钱啊 这好像不是菩提哦 这个是菩提 不是 大脑终于找到了喜欢的金刚菩提啊 我看一下你这个 然后给他讲价讲到了800泥币 把那一串这个金刚菩提 带在身上然后明天回过啊 算了挺好喝的 我们每次路过这都喝一杯 这都排队买的 可以喝一点吗 我给你喝什么 真的味道非常好 我不要喝 他看着害怕 我钱 我不要 战狼哥 这两边就可以消费了呀 这什么都有卖的吗 我呀 带你来这地方不好啊 哈哈 你想消费啊 这就是商业街区啊 你看 你看 你自己看看这琳琅满目的 我作为一个合格的导游 怎么可以 这样子 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带他来这种地方 消费不好吗 什么都有吗 对吧 哈哈 今天如果没有让你消费的尽兴的话 是我的失职 啊 这不挺好 这商业街区 所有人什么的也看不到吧 这些伴手礼带一点回国嘛 不然你今天没买到东西 我都觉得 哎我有点不可可 就买了一圈金刚骨铁 没有大大消费水准吗 哎 这个锅怎么样 这边的锅都是没有科技以狠活的哟 哎 这些湖嘛 带个湖回国嘛 那你喜欢什么吗 我喜欢的已经买到了 哦 那可以 给你买个阿拉丁神的 给女朋友买个裙子 哎 啊你没有啊 我们带 那个 湛南哥来的可是 这最繁华 人最多 卖东西最多的地方了啊 吃的喝的餐的用的 啥都有嘛 对吧 有让我合适吗 我问你 什么锅锅盆完展啊 那就是消费就要来这种地方啊 不是就是想消费一下吗 这个 我帮你收拾去 这里一间付到我的八卦 哈哈哈